每次在做衣品的时候 旁边都有一大堆废弃的材料 那我都把这些废弃材料全部都收集起来 类似着创作 我就拿了一个小小的皮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蝴蝶结 然后还有我们的铁链 也是我们就是用一用 没有再继续用的链子 我就把它做成一个像我一样的肥瘤海 这一个不倒动 其实跟我长得有点像 然后以废弃材料为我们主要的材料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就会希望我们可以用这些废弃材料 就是可以用珍惜的态度去面对 我们可以给世界更多的正面能量 不要只是懂得反对 你可以用喜好来定义你掌心 我可以用珍惜的 我可以用珍惜的 大家可以用珍惜的 我可以用珍惜的